章节呢 是继上一次 我们讲到 埃及法老 给以色列人施加压力 以后 摩西亚伦去见法老 给他讲 说让我的 民去敬拜神 然后 法老不但没有让去 而且心里更加的硬 给他们加更多的苦力 摩西来求告耶和华 然后耶和华对他怎么说 今天我们先来看 今天的经文 我们可以一起来读 《出埃及记》第七章 第一节 请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是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 你的哥哥亚伦是听你说话的 凡我所吩咐你的 你都要说 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 容以色列人付他的地 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 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启示 但法老必不听从 不听你们 我要伸手重重的刑罚埃及 将我的军队 以色列民从埃及地领出来 我伸手攻击埃及 将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领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要知道 我是耶和华 摩西亚伦这样行 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 他们就照耀行了 摩西亚伦 第七七七节 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 摩西八十岁 亚伦八十三岁 耶和华小遇摩西亚伦说 法老若对你们说 你们行见其事吧 你就吩咐亚伦说 把杖丢在法老面前 使杖变作蛇 摩西亚伦进去见法老 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 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陈普面前 杖就变作蛇 于是法老招了博士和术士来 他们最赤埃及型法术的 也用法术照样而行 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 杖就变作蛇 但亚伦的杖 看到他们的杖 法老心里刚硬 不肯听从摩西亚伦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法老心里固执 不肯容百姓去 明日早晨 他出来往水边去 你要往河边去迎接他 手里要拿着那变过蛇的杖 对他说 耶和华 西布莱人的神打发我来见你 说 容我的百姓去 好在旷野侍奉我 到如今你还是不听 耶和华这样说 我要用我手里的杖 击打河中的水 水就变作血 因此你必知道我是耶和华 河里的鱼必死 河也要腥臭 埃及人就要厌恶吃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对亚伦说 把你的杖 升在埃及所有的水以上 就是在他们的江和池塘以上 叫水都变作血 在埃及遍地 无论在雾气中 石气中都必有血 摩西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 亚伦在法老和陈仆眼前 举上击打河里的水 河里的水就变作血了 河里的鱼死了 河也腥臭了 埃及人就不能吃这河里的水 埃及遍地都有了血 埃及行法术的 也用邪术照样而行 法老心里刚硬 不肯听摩西亚伦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法老转身进宫 也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 要得水喝 因为他们不能喝这河里的水 耶和华打击 耶和华击打河 以后满了七天 好 这是我们今天要查的经文 比较多 但是呢 这个其实就是最主要的三件事情 第一件呢 就是耶和华吩咐摩西怎样做 第二件呢 就是这个杖变蛇 第三件呢 就是时代的第一灾水变血 我们就按这个重点和思路呢 我们今天来看我们今天的信息 首先呢 耶和华吩咐摩西 交代他怎样做 我们在原来查的时候 就在之前 当耶和华吩咐摩西说 你要做亚伦的王 神亚伦要做你的破口 对吧 当时就是一个这样的 一个关系的对比 在今天的经文中 又出现了这个 神让摩西做埃及王的神 这个是一个 最近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对比 神对于摩西 就对于摩西 对于亚伦和法老 这种是这个 一个位分 一个层次的这个标记吧 埃及法老呢 他在埃及 也像神一样的存在 他们在埃及 这个人呢 也是拜法老 埃及有许许多多的一个假神 比方说今天我们要提到的这个 杖变蛇的蛇神 以及水变血的水里的 这个尼罗河里的这个神 叫哈比 神耶和华呢 要让摩西 就是耶和华的权柄 做掌管埃及的真神 要让埃及人呢 知道耶和华呢 才是唯一的真神 这个摩西呢 他所接下来要行的神迹 要做的事情 他是完全跟他自己无关 完全作为神的仆人 所有的神迹 权柄都出于神 摩西是神的仆人 也就是在新约的时候 马太福音的这个十章一节里 有说啊 主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权柄 能赶足 孤鬼 并抑制各样的病症 跟这个有相呼应 在我们今天经文中 是神耶和华是父神 给了摩西权柄 去做神的事情 在新约中 主耶稣给了他的门徒权柄 去做神的事情 当我们刚才读到 第四节的时候 有一个点 当时说的是 让我的军队 以色列名去 我记得上 有前一段时间 有一次查经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 这个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 当时我们讲那个军 和这里神的军队 是不一样的 当时万军之耶和华 这个军指的是天使 万军众天使 众万军之耶和华 的意思就是 众天使围绕着 主神耶和华 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身份 在这里 今天的经文 七章四节里 说神的军队 以色列名 他应该是在指 以色列人到 出埃及以后 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是为神征战 无论是 助来的先知 还有他们所 经受惩罚 最终他们的 真正的对手 是撒旦 是魔鬼 所以在这个历史的 场合中 以色列人呢 时常作为 神的全民 为主 为神的话语 征战 这个应该是 七章四节 这个神的军队的意思 好 我们稍微来看 这个七章的一到五节 就是神吩咐摩西 怎样做 如果我们当时 刚才读经的时候 有留意 我可以再翻回 刚才的这个经文 在神吩咐摩西的时候 神在第三节提到 我的神迹 第三节提到 我的骑士 然后第四第五节 我的手 然后我的军队 我的百姓 这个我的百姓呢 在中文翻译中没有 它是英文翻译中有 我也可以看到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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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耶和华吩咐 神耶和华吩咐摩西的时候 每句话都说 我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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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不是说摩西 你要具体 这不是 并不是说摩西 你要实行什么神迹 其实是对摩西说 摩西 你就是一个仆人 你就是一个器皿 我耶和华 才是真正的实行 这个神迹的 创造者 然后呢 这一点呢 很突出的显明了 接下来要行的神迹 全部是神耶和华 亲手做工 我们接下来会讲 但如果有留意到的弟兄姐妹 读过初华集记的弟兄姐妹 会留意到 这个初华集记 从第六章 其实就开始 到第十四章 每一章的第一节 甚至是 因为这几章是讲的 这个时代 以及 这个 摩西和法老 他们之间的对话 然后是时代 每一章的第一节 甚至每一个灾 它的开头 都是一样的 都是说 耶和华向摩西 或耶和华向亚论 摩西亚论说话 向他们发布命令 这个就是在证明 以色列人出埃及 从开始面对法老 食灾 然后出埃及 全是出于 优法的作为 这也在体现 神的大能 来得救 以及完全 神吩咐摩西 做这些事情 把事情的来龙去脉 去脉 也给摩西 讲清楚了 那么 神做这个事情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是让以色列人知道 我是以色列人知道 我是以色列人的 我是耶和华 神是耶和华神 是永恒的神 是和他们始祖 立约的那个神 和他们始祖 亚伯拉罕 以撒亚各 当时立约的那个神 神还是神 几百年前 神说这个话 现在还是他 第二 目的是 第二个目的是 让埃及人知道 我是以色列人知道 我是以色列人知道 我是以色列人的 我是以色列人的 神是以色列人的 永恒的真神 独一的真神 这里强调这个真神 独一 永恒 因为 我们真神又有话 是要打破这些埃及的偶像 这些埃及的假神 会写坏的假神 这就是这个神吩咐摩西 让他 做这些事情的一个 原因和目的 好 这是神的吩咐 那接下来 第一件事情 还不是这个 第一灾 而是摩西和亚伦 到这个法老那边 探一探他的口风 这个 在这里刚开始的时候 有弟兄前辈 或许会注意到一个细节 请那位 请大家 把麦克风关上 追到一个细节 这里呢 神分数呢 是亚伦的杖 去变成蛇 原来刚前几次呢 是摩西的杖 然后呢 如果我们接着 今天我们不会查 但是 如果往下呢 前三灾 使用亚伦的杖 后面七到九灾 又是用摩西的杖 看起来 他们这两个人的杖 总是今天用他的 明天用他的 对吧 那就会问 这个他俩杖 有什么区别 对吧 其实他们两个杖 没有什么特殊的 杖没有什么特殊 但是关键在于 他这个背后行生机 通过这个杖 行生机的那一位 对吧 那我们当然知道 通过这个杖 行生机的那一位 是永远不变的 所以无论是哪个杖 它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个杖是神的器皿 真正行生机的是神 而且在这个经文中 一次用两轮 几次用两轮杖 几次用摩西的杖 也是另用铁线 他们这个摩西亚伦 他们之间的 这个互相俯视 配他俯视 一种默契精神在里面 好 然后呢 他们进去皇宫 建了法老 为什么这个 这次是杖变蛇呢 这个 这个杖变蛇和当时的 摩西给以色列行 这个杖变蛇神 这时候 意义不是很一样 我们接下来会讲到 这个 先说为什么 这个蛇 蛇呢 在埃及呢 它是 埃及首先 有很多的这个偶像 埃及的蛇呢 它是这个 叫女生瓦吉特 最古老的这个叫 英文叫serpent 这个蛇 象征的 象征物 发现于这个 古埃及早些的 这个王朝时代 那个蛇呢 就是一个 眼睛蛇神 是下埃及的保护神 常常会被描写为 神圣的毒蛇的形象 他们这个蛇呢 经常缠绕 缠绕拉神的太阳 轮排形式 出现在各种 其他假神的头上 它也出现在 法老的皇冠 或头智上 第一 它是表示 对埃及人说 就是保护他们 第二呢 它有这个 打开第三只眼 这种 对法老这种说法 都是一些假神 假物 假偶像的一些说法 但是我的这个 点呢 就是说 这个蛇呢 在埃及人的 这个眼中 是一个神 是一个保护神 所以呢 这个杖变神的神迹呢 那我们也 顾名思义 而且我们也知道 它这个目的呢 就是要 让这个埃及法老知道 你是 你这个 你们是 觉得蛇是一个保护神 但是呢 神呢 想怎么 想搞你的保护神 就搞你的保护神 想吃掉就吃掉 就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然后第十一节 这个 哎 这个 法老呢 看见亚伦 把杖变成了蛇 那他就不服来啊 那他说 这个 我也显摆显摆 我手下有这个 不是啊 术士 我有我自己的人 哎 你能去变成蛇 那我也 我下面人 也能变成蛇 是吧 嗯 然后呢 这个法老就让他手下人 去 啊 去变个蛇 还真变成了 呃 这里没有记载 具体的 这是哪两位 博士和术士 呃 但是在 听不太后书 当上八节 有提到在 就是这里 说从前 呃 亚尼和 杨比 这样呃 怎样 抵挡摩西 这是两个术士 这种人 也怎样 抵挡真道 他们的心地坏了 在真道上 是可 废弃的 嗯 就是说 当时摩西 在呃 皇宫里遇到这两个啊 术士 呃 这个说的他们心地坏了啊 心从里面真是坏了 在真道上是结结不入啊 那当然了 我们也知道啊 虽然 亚伦可以变蛇 这个术士博士也可以变蛇 他们的看起来都是变蛇 但他们的背后意义不一样 一个是真神 一个是邪灵法术 嗯 那 然后呢 这个下一节 他马上打脸 对吧 他们变了这个 埃及人 埃及的伯手 变了蛇以后 那 摩西 这个亚伦的杖 蛇 这个蛇变回亚伦的杖 然后亚伦的杖 吃掉他们的杖 对吧 就是在这种偶像上 打败他们 所谓的这种保护神 嗯 杖变蛇呢 呃 有几个意义啊 呃 我也写在这个 屏幕上 呃 第一呢 就是亚伦的杖 变作蛇 这个是真正的神迹 这个术士呢 他们也可以变 但他们是不叫神迹 他是叫 无以邪灵 这个 邪灵法术 他是假的 第二 嗯 摩西所传扬的 这个西伯来人的神 啊 哦 我这打错了 啊 西伯来人的神 是真的 是真神 埃及的这些什么守护神灯 是假的 因为这个 呃 第一个教风啊 神 第二话 清新的 呃 每个教风都是轻轻的 轻轻松的赢 这是第一次 呃 这是 赢法老啊 第三 呃 证明出 约伦的权柄 胜过法老和他的所谓的神 他的这些偶像 呃 那第四呢 就是接下来对实灾的一个警告 警告说 诶 法老啊 你看 我想整理什么所谓的 你的保护神很轻松 呃 你最好 这个 不要刚硬 最好听话 当然我们也知道 法老他不听话 呃 呃 张篇蛇呢 就是这几个意义 呃 也是对接下来的实灾 有一个 引出来的一个 一个作用吧 好 啊 我们知道 这个法老呢 说 诶 我他不管你什么呢 你这不行 你的以色列人不能出去 当然是 当然是希伯来人 你们不能去旷野 不能去敬拜 那接下来 神要通过摩西和亚伦 实行实灾了 在实行 在我们讲到这个实行实灾 这第一灾之前 我们先讨论一下 为什么降实灾 呃 为什么不是三灾五灾 对吧 为什么不直接做最后一灾 最后一灾是 直接这个 攻击法老 就是他们埃及要死 长死 对吧 直接攻击法老 埃及最大的神 为什么不这么弄 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 呃 第一呢 神降灾 首先啊 最基本的神降灾呢 是神的应许 因为神原来跟亚伯拉罕 应许的时候 神说过这个话 创世纪十五章十四节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 我要惩罚 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 从那里出来 就是出埃及 所以神他肯定要惩罚这个埃及人 所以有灾 然后呢 神要破碎 这帮埃及人的偶像 嗯 刚才我们也提到 让这个 埃及人知道 唯有依靠神 让以色列人知道 唯有依靠神 让埃及人知道 唯有依靠真神 不是假神 才可以有真正的生命 嗯 这个如果我们 呃 展开来说一下呢 在新约里面的时候 啊 主耶稣在地上 医病赶鬼啊 行神迹啊 嗯 这种事情 他 在一种程度 不是最重要的 在一种程度上 也是在 嗯 这个 呃 行神迹的时候 也是他破碎我们心中 作为神 心中这些偶像 医病赶鬼 破碎我们对这种 呃 病的恐惧 对啊 医学的依赖 他也同样 就今天 今天的我们 所有的基督徒的 这个 啊 生命在里面 我们对这种啊 医学的依赖 对世上的依赖 特在破碎 行神迹 都是对我们 这个心中 偶像的一种破碎 但更重要的是 主耶稣 行神迹 是在强调 主耶稣 是唯一的真神 就像 啊 在这个 时代 我们出外界的时候 一主 神耶和华 强调 神耶和华 是唯一的真神 然后啊 主耶稣呢 在他的这个 这个行神迹 一名赶鬼里面 也显出了神的怜悯和慈爱 啊 这个呢 在实在里面 没有那么明显 没有明显说出 啊 这个啊 神耶和华 有怜悯有慈爱 但是我们间接的可以看出 啊 主耶和华 神耶和华的怜悯和慈爱 这个我到 讲到那个第一灾的后面 我会 呃 再提一下 为什么 第一灾里面 就可以看出来 神的怜悯和慈爱 然后呢 呃 也是让 这个行神灾呢 也是让这个 呃 埃及人认识耶和华 啊 所有的这个神迹 所有的灾 以及灾庭啊 听到这个灾 都是呃 呃 耶和华是主宰 呃 耶和华想什么开始 想要怎么整 想什么时候听 想得到什么效果 都是没问题的 呃 并且呢 这个实灾呢 也是显现了神 对人 特别是对埃及 特别是对法老的一个耐心 给这个法老 有不断的悔改的机会 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出 这实灾呢 是由众到轻 呃 由轻到众 说出来 由轻到众 呃 虽然我们今天只说 第一灾啊 但是我也相信 很多啊 弟兄姐妹们都知道 这实在 呃 他每一灾都有自己的 这个意义在里 比方说第一灾 水变血 是吧 这个 水呢 就是尼多河神 哈皮 呃 然后第二灾 所以要打败他这个 呃 所谓的这个 呃 河神 然后第二灾青蛙 青蛙的女神 是海奎特 啊 要打败她 就是每一个灾呢 他都有他自己意义在里面 呃 就针对着这个目的在里面 都要去 就是一步一步一步 去攻击 呃 埃及人 埃及法老 他们形成的偶像 把他们形成的偶像 全灭掉 好 那我们今天就看第一灾 呃 这个随便选 呃 这个呢 呃 呃 我们刚才也稍微提到了 呃 这个 耶和华 吩咐摩西亚的呢 去河边 呃 大清早去河边 去找法老 那个 这个呃 为什么法老大清早来河边 因为他在那里去拜 他们埃及的这个 生命的源泉 的神 哈皮 这个河呢 是尼罗河 呃 尼罗河呢 是埃及人 所以为荣耀的一个河 他历史悠久 呃 他经历埃及的 困断沿岸 啊 土地肥沃 粮食人也非常丰厚 呃 特别是尼罗河的三角洲地方 非常的富裕 所以埃及人呢 把尼罗河 这个河 看作是生命之河 他们最敬畏的河 当作生命之神来拜 所以 也有神 也有法心要 把这个生命 呃 之神先给他干掉 呃 所以呢 这个法老呢 他每天早上来 尼罗河 来拜他的这个假神 尼罗河神哈皮 好 所以说 薄西亚伦呢 在早上呢 去 尼罗河边 就可以找到这个 去那里找法老 嗯 然后呢 神吩咐摩西 在埃及人的偶像 面前现场 就击败他们的偶像 这这个 啊 也是神神 先是先下警告 一下法老 让法老知道 他们受的灾祸 也并不是偶然 啊 因为这个 摩西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 他也是先说 先给法老说 你这容我的屁 任我的这个 呃 选我的我的子民去 他不干 啊 好 你不干 警告过了 那好吧 那就先用一个宅奶来 啊 惩罚一下 然后接着来说呢 这个 嗯 啊 当时这个 经文里 你先 十六节应该是 啊 啊 西啊 耶和华 十六节 耶和华西伯来人 打发我 西伯来人神 打发我来见你 从中国的百姓去 啊 到如今你还是不听 嗯 这个呢 呃 西伯来 呃 当时埃及人 称这个以色列人 为西伯来人 所以西伯来人的神 啊 这个 这个小点吧 就是这个西伯来的 当时就是和那边的人 啊 就像我们所说 啊 乡下人 对吧 有点贬低的意思在里面 就是说这个 你们是逃荒了埃及的啊 这个 啊 虽然拜世上 被世人心看 那但是呢 那又化 眼中呢 是又化的选民 世俗拣选了硬学 这是一个小的一个点啊 啊 但它不是这个重点 啊 好 我们接着来看啊 然后呢 嗯 这一次呢 摩西亚伦水变血 和当时摩西在以色列人 以前的这个水变血 他们的目的是不同的 当时就是前 应该是第四章的时候啊 当时一小片水变成血 这个摩西在以色列人 行这个一小片 呃 神啊 这个呃 神耶和华 交代摩西的这个水变血的 这个事情呢 是为了他的为了是证明啊 耶和华的能力啊 和神同在 是让以色列人知道 哎 耶和华是全能的神 是行神迹的神 就是一小片 一小片水变血 就是一个神迹 这个就是让他们看看 是个神迹 但是这里第一摘 水变血 它是个大规模的 它不但证明神的能力 和神的同在 而且也是对这个 神对埃及的一个审判 所以这两个审判 都是水变血 他们的意义 是完全不同的 嗯 所以在这里 我解释一下 嗯 然后呢 嗯 这个神呢 对刚才没说到 对尼德河和线下手 线下手 就是线 就是线下手 就是线下手 那个审判 在这边 对尼德河和线下手 就赶紧了 是的 对尼德河和线下手 所以今天 就会一百多一百千 不幸 就是线下手 是线下手 就是线下手 好 刚才我网络的问题 我接着来讲 然后呢 这个神 向爱人宣告说 神是生命主宰 就像约翰福音第14章6节 主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生命是重点在这里 在这个第一灾里面 要讲的是生命 若不及时我没有人到 能到父那里去 没有人能真正得救 所以这个世上的假 真正的假神 都是假的虚假的 会朽坏的 是不可靠的 然后呢 我们接着来讲 当亚伦把他的杖 到创造水上以后 就变成了血 所以一下子切断了 埃及人 这个尼洛河的这个源泉 把它切断了 那这个埃及人 就当时候啥眼 说哎呀 我们这个 所谓的生命之神 就这样垮 就这样没了 我们拜这个生命之神 好几百年 这样就没了 就这一下子就没了 就对他们也是震惊 但是我们也知道 这个法宝心刚硬 然后呢 好 水变成血 埃及人的源泉 一下子断了 所以现在河里呢 埃及这个尼洛河里的 鱼也死了 这个水也不能 水也不能用了 这个埃及人要有苦日子了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河里的鱼呢 它必须死 因为这河 不是生命的源头 它是不是那永不朽坏的 这个是重点 不是那永不朽坏的 都会都会坏掉 都会没掉 都会死掉 嗯 那河呢 他这个 也是 也 这个这个 变成血了 这个河神 这个河也没了 所以这个也非常臭 所以一路河 这个沈哈皮也就死了 所以这个埃及人呢 不再拜 他们属立的 埃及人需要不再 需要拜他 曼索利不可靠的偶像 然后 它好像又掉线了 这样的行为 她没关系 垂直的偶旁 然后费 她把头发作了 就像了 这个河 我今天这个网络很不好 这是断了第二次 我再来吧 如果再断的话 我再换我们手机 那有的弟兄姐妹 或许会有疑问 我再分享 或许会有疑问 那我们接下来几节 有说到这个 素氏把水变成雪 这个就是当时 刚才亚伦把水变成雪的时候 是把埃及所有的水 都变成雪了吗 这就是问题 对吧 刚才听起来 像埃及所有的水都变成雪了 河流 尼罗河 然后分支 然后几瓦罐 盛水的地方都变成雪了 那埃及所有的水 都变成雪了 对吧 那如果都变成雪了 那接下来这个 素氏们他们怎么行 他们的法术把水变成雪了 这个水哪里来 那有人也会问这个 那你都变成雪了 那这以色列人怎么办 对吧 好 那答案呢 是 不是把 不是所有的水都变成雪了 有几点啊 因为 接下来呢 这个 埃及 有做到这个埃及人 挖地 对吧 地里好好水 地水呢 他可以吃 然后呢 嗯 这个 虽然在这个 季节经文中 没有提到 但是 后面的这些几灾的时候 神特别把 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就是神降灾的时候 就降到 埃及人的头上 以色列人 没事 瘟疫的时候 他们的牲畜 没事 对吧 就 就是 这种情况下 神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去 啊 判断 推测出 这个 虽然神把水 埃及 大部分的水吧 都变成了雪 埃及人造样 以色列人呢 没事 是这个 以色列人水 可以照上吃 没事 所以把以色列人 分别出来了 嗯 真的是神 呃 对埃及的一个惩罚 啊 目的呢 是让法老 知道这是耶和华 耶和华的座位 嗯 这个 整到这里 摩西呢 使水变成雪 而摩西亚伦 使水变成雪 主耶稣呢 也有把水变成 另一个东西的 这个 行圣记的 这个 这个 这个事情 就是把水变成葡萄酒 啊 这个是记载在 约翰福音的 第二章 第十一到十一节 啊 就是 当时呢 这个 结婚嘛 然后呢 酒不够了 啊 主耶稣呢 把 缸里的水变成酒 而且这个酒呢 也是非常好的酒 以至于 他们当时这个 宾客呢 说 哎 你这么好的酒 你怎么谈呢 怎么现在谈谈 嗯 我说这个 的意思呢 意义呢 就是 我们原来也 一直在讲过 摩西 和新约的主耶稣 他们有这个 相似的地方 那在这里呢 摩西 他代表的是 律法和审判 水变成雪 那主耶稣呢 他代表的救赎 水变成葡萄酒 实际上这个事情 更好 这个摩西呢 干的是这个 呃 行的神迹呢 实际上这个事情更差 所以是法律和 律法和审判 然后主耶稣呢 代表的是救赎 嗯 好 那 嗯 接下来 这个 那法老 就让他自己的人说 啊 你这估计就是一些法术 那我自己的人也会啊 对吧 那就像行邪术的这些 呃 术士啊 这些人 呃 来去变一些水 威胁 而他也真变成了 对吧 就像当时 前面我们讲的这个 这样变蛇的时候 他也变成了 但是我们也知道 他们背后的这个原因是不同的 背后的这个 发动者是不同的 一个是神 一个是麒麟 嗯 而且我们知道 这个变法 行法术的这帮术士呢 他们可以将水变成雪 对吧 但是他不能将雪变成水 神可以将雪变成水 变回水 但这个行邪术 法术的这帮人他不行 为什么他虽然经文没说 为什么我们 我们知道他不行了 如果行的话 他一下子下一秒变回来不行了 那埃及人还用遭这七天的苦啊 对吧 所以说行邪术的是不行的 所以还是他们是假的 他们就是说 弄个小把戏 呃 骗一骗的 埃及自己的本地人就行了 但是 呃 在神面前呢 这是 非常啊 这个 保身厌恶 以及愤怒的 这个邪灵 OK 那 巴老看见 他的这个 呃 子民 埃及人 包括他自己 受到了生活的 极大的不便 以及这个灾难 但是呢 巴老心刚硬 他也不以为然 他也就是只看到了笑 我说那大不了 你就是什么把戏 他也不相信 还在这个在现在这个第一弹的时候 他不相信 有真正的神 呃 这个呢 当我在查定的时候 我也想到了 就是在 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 以色列人 饿的时候 啊 就给神埋怨 啊 神就给他这个 马拉 壳的时候 就给他水壳 他也埋怨 啊 当 神耶和华 给了以色列人这么多好处的时候 哦 他们说 哎呀 我敬拜我的神啊 很好很好 过两天 困难一来 哎呀 又忘了 那在 这个点上呢 这个法老呢 他刚养的心和以色列人刚养的心 其实是一样的 这是一样的 为什么这样 他们根本的原因就是不信 原来我们也讲过 这个啊 以色列人在旷野怎么样怎么样 啊 神给了恩典 哎 好两天又不好 又不 又埋怨 呃 再给了恩典 好两天又不好 又埋怨 那最主要的这一点呢 就是不信 所以在这个点上呢 法老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 那就都是那样啊 我们说的都是那样 嗯 接下来呢 呃 这个埃及人呢 哎 他就去挖水啊 去 呃 这个 去自救吧 呃 呃 他挖水呢 也是 呃 这个埃及人他想哎 这事还能忍啊 他们埃及人不是在去面对这个灾难的缘由 还是用自己的方法来去解决问题 对吧 他如果真的用 他如果就是埃及的法老 他如果真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可以马上跪下来求告耶和华神 原谅他 那如果这样的话 他神是有怜悯的 肯定把这个 立马就可以把这个血变成水 他也没有后面的酒在了就 对吧 那但是呢 他埃及人不是这么做的 他们也不管什么 一个话 他们根本不看到这个水变血 他真正的问题在哪里 他只看到表面 OK 好 那水变上血 那我们没有水 对吧 那我再找水 这个就是没有解决 没有真正的去 用 去解决根本问题 而是用人的方法 去解决问题 没有是向神敬拜这个意思 所以这 那这就是背影完课 是吧 所以才有接下来的这个 更多的这个灾难 然后呢 这个最后呢 就是这个灾祸 他七天以后 神耶和华把血又变回了水 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所说的神的怜悯和慈安 就是给埃及人灾难 OK 灾难几天 你就停了 然后再给他机会 悔改不悔改 就是这个意思 在这里 我们看生命纪 第23章的第7到8节 说不可憎恶以动人 不可憎恶以动人 因为他是你的弟兄 不可憎恶埃及人 因为你在他的地上 做过祭聚的 他们第三代子孙 入耶和华的会 我们在《出埃及记》的 第34章第6到7节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不轻易发怒 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为千万人存留慈爱 赦免罪孽 过犯和罪恶 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必追讨他的罪 自负及子 直到三十代 那就说 虽然这个 埃及人奴役 并且非常悖逆 奴役这个神的选民 并且非常悖逆 但是呢 神在刚才经文中也说到 他过几代呢 他的这个 埃及的这个 所谓的以色列人的 仇敌的他的子民呢 也会归回耶和华的会 也会来形成 所以呢 这个 这就是在体现神的怜悯 嗯 虽然你现在被你玩狗 但是我还是给你机会 体现神的怜悯和慈爱 嗯 好 啊 我们今天的 主要内容就 讲到这里 呃 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嗯 请问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有 这边有姐妹有问题 对 我有个小问题 这里说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 你的哥哥亚伦是替你说话的 逢我所公布你的你都要说 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 以色列人出他的地 那这里我的人就是说 那摩西在法老面前说不说话 因为他的哥哥在替他说话 那就不用说话 这就我不知道 我没有 荣荣您又回答问题 这个我这个时候我不知道 我没想过这事 荣荣您回答 我没想过 我没想过 那个 那两个 圣经里面 出来的记里面 确实也有记得 到后面的时候 确实也有记得 摩西直接对法老说话 我记得 我记得第九三还是什么时候 那个法老说 从此以后 你们再见不着我 摩西说 不见就不见嘛 以后就见不着你了 这个这些回应 根据这个圣经记载 应该是摩西直接说的 但是呢 我想大部分时间还是 亚伦替他说话 因为 因为那个摩西的口才不好 说话不太历史 所以你想一想有一些 一开始的这些 像那个法老的 这些宣告这些 应该是 应该是亚伦替他 在法老面前说的 还有其他问题吗 那这还没有别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那个 刚才弟兄说 七日后 雪变回了水 是不是就是七章 二十五节 就是说 基达和以后 满了七天 是不是这节经文 代表着这个意思 对 好的 我就是这个 这个就可以了 谢谢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弟兄好 我问一个 刚才我听弟兄讲 就是万军 执耶和华 我们也经常听到 这样说上帝 从前就是指 众天使 围绕 对 的意思是吧 后来呢 后来我没太听 清楚 好好好 这个是这样 你可以看到我的这个 评论吧 这个 第四节 对吧 这里有说 我的军队 以色列 对吧 我先对以色列 你说这意思 我当时的意思 就是说 万军之介和华 和这里 万军之介和华 那个军 指的是天使 围绕着神 重要的神 万军的物 就是万个天使 在提上第四节 这个军 军队的这个军 跟那个万军之介和华 不是一样的 这是我的意思 这里的军 就指的是以色列民 为他为神征战的 所谓的军队 不一样 嗯 好 谢谢 我还想就这个问一下 是耶和华上帝啊 因为在纪纪约里边 都是耶和华神 耶和华上帝 都是这样 我从前 就是好像 一想到 一提到这个耶和华 我心里边就觉得 就是天赋 我就这样想 那么后来 我在想 实际耶和华上帝 这个名是 是不是应该是 三位一提的 神的名 不是 就是像我之前想的 就是天赋 哦 这个我 不会回答 那就软哥 或者容容你们来 对 这个耶和华的名呢 就是圣物圣子 圣灵的名 就是耶稣基督 他就是耶和华 对 他不是说只有天赋 才叫耶和华 好 明白 谢谢 谢谢 我也有个问题 就是关于 那个万军之耶和华 这个 我记得英文的 是说 God's the Father Almighty 是那个翻译吗 不是 那万军之耶和华 的英文翻译 他是这样 万军之耶和华 他其实西伯来文 就是军队的耶和华 然后英文的一般翻译成 这个 God of the hosts 就是就可以理解为 host的一般就是天使的 或者军队 但是呢 也有中文翻译成 不是也有中文 就也有英文翻译成 The God Almighty 他就把这个万军当作是 是他的这个power 但是其实 西伯来文就是军队的 这个中文翻译成 对 非常有气势 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 那么有的时候说 我的主 我的神 那指的都是上帝吗 上帝我知道就是三位一体 那神和我的主 我的神 就大卫的诗篇里 也出现这样的 怎么能理解 神就是上帝 那么为什么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 会有神版和上帝版 这个是大概在一百多年前 就宣教士翻译圣经的时候呢 他有一些争论 就是说 这个我们把神到底 就是这个 告的这个词到底翻译成什么 比较好呢 有一些人说就翻译成神 然后呢 就有一些人就反对 他说神这个词呢 中国人讲呢 这个进天地 什么进鬼神 就是说他这个神和鬼 好像是联系在一起的 就是说没有突出这个 上帝的这个崇高 所以有一些人就说呢 这个中文里面呢 也有这个 皇天上帝之说 所以就是说 用上帝呢 来形容神的这个 至高无上 所以这个争论后来下来呢 就是说 有翻译成神的 有翻译成上帝的 那么我们今天的圣经呢 就是两种版本都有 都可以啊 我自己有的时候 也会创着使用 那就是说 有的时候 我的主啊 那个主在旧约里 也是指的 就是上帝吗 对对 指的耶和华 也指的主耶稣 这个地方有点 混淆 OK 好问题 旧约里面呢 一般来说 这个他们 孝神呢 都是叫做主啊 都是叫做主 所以像这个 我们讲这个 耶和华 这个名字啊 他其实以色列人 不知道怎么读的 就是说他如果 因为希伯来文 他本来是没有运母的 就是如果你观看 生母的话 他翻译过来是 YHWH 那么以色列人 他每次读到这个 YHWH的时候 他不会读 不会发出这个声音来 因为他们不想 滥用神的名 所以他们就读到 这个YHWH的时候 他就说 阿多纳伊 就是我的神 不是我的神 就是我的主 这个阿多纳伊 就是主的意思 所以他每次读到神的时候 他就说主 你知道 你知道吧 所以等到这个 新约的时候呢 这些使徒 他们写圣经的时候呢 他们说 Lord Jesus 就是主耶稣 他意思就很明显 意思是说 这个耶稣呢 他就是旧约 你们说的那个主 你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你说的旧约里 那个主 主耶稣 那不是指了上帝啊 就是耶和华 就包含耶和华 神在里 父呢 天父在里面吗 还有圣灵 我再说一遍 就是说 以色列人 他读到神的 这个名字的时候 他不会发出 神的这个名字 他会说主 所以你看英文版里面 凡是出现 那个大写的 Lord的时候 那个地方就是 耶和华这个名字 所以新约的作者呢 他说主耶稣的时候呢 他其实就是在提示 非常明显的名字 不是暗示 就是说这个耶稣呢 就是 就是神 就是上帝 就是神 嗯 其实也不是 其实也不是 一般 我稍微 那个 就是 这样 我补充几句 就是在 旧约圣经里面呢 常常是 神的两个 名称放在一块 这种情况 出现很多 就是这么呢 就是 那个 我们说的耶和华 所以有的时候 叫阳卫 然后后面 紧跟着 就是 Elohim 就是说 常常就是说 耶和华神 耶和华神 这样连着写 很多很多 我想你看到的那个 大卫那个诗篇里面 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 是的 对 这个 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在旧约里面 那么 阳哥跟他说的那个 以色列人 不想把他发出来的那个呢 就是前面那个 就是 我们中国人就把他说出来了 就做耶和华 但实际上呢 以色列人是不发这个音的 因为他们 怕滥用神的名嘛 而且常常是不标音的 就是说那个 运 这个 这个 有 运母 不标出来的 不标出来的 其实 希伯来文 你们不标那个点点 不标这个运母 你就不知道怎么发音 那么以色列人 也就不发音 他用另外一个词来代替他 一看到耶和华 这个名字的时候呢 他们常常就用 主 希伯来文 就代替了 看到这个耶和华 这个字呢 他就不念耶和华 他也 他也 如果没标音 他也念不出来 他就说 I don't know 就变成主了 所以呢 所以旧约圣经里面 常常这两个 主跟神放在一块的时候 常常就是 主神 主神 我的主 我的神 这种两个放在一起的情况 很多了 因为我这些句刚好在 还在念那个 希伯来文 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 常常就两个 一大堆就是 很多很多情况 就是两个放在一起的 所以 所以你看见的那个 我的主 我的神 或者 主神 这是很常见的情况 但是他们都 这两个名称 都是指的是同一位神 嗯 好 我明白 对 一个发不出声音 就用 一个发不出声音 就用主来代替 那么后面那个 那个神呢 那个词呢 倒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而且是蛮常见的 一个词 甚至指外邦的一些假神 也是用那个词 但是我们知道 当和耶华放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后面那个神 神字 一定指的就是 那位独一的真神 嗯 那个什么 谢谢你 那个 你们的解释 我之前呢 就是 比如说 我的主啊 我常常是 指向是主耶稣 然后呢 就对天父呢 就是 耶和华 我的天父 或者是我 阿爸父啊 是这样 嗯 我今天这个 这个事情呢 我明白了 谢谢你们 在旧约里面啊 在旧约里面 称 刚才我讲的那个 主也好 主和主神 放在一起的时候 指的那位神呢 三位一体的 并没有分出来 是天父 圣父圣子圣灵 并没有分出来 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 我们知道 主耶稣没有道成肉身 在那个时候 并没有清楚地 把他分出来 但是到了新约的时候 像刚才阮哥说的 就在很多地方 就在耶稣的前面 加上了那个主 就像那个旧约里面 在那个神的前面 加上主 就是很清楚地就说 等于说 在新约里面 对 就是在 就跟这个效果 就跟在 特别在以色列人耳中听来 这就很清楚了嘛 你在旧约里面讲 主神 那么在新约里面 讲主 耶稣 就把他们等同起来 所以以色列人是 绝对不会错过这个意义 在里面的 所以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迫害基督徒 当然耶稣在地上 他们要把 要拿石头打死耶稣 就说你 就是个人嘛 为什么把自己当神 说基督徒就是拜 拜这个 一个不是 不是神的 把他当作神 所以主耶稣 自己自称也好 那个 自己 自己 向世人的介绍 宣称也好 还是 基督徒 这样称呼 主耶稣 就是 清清楚楚的 指着他说 这就是 旧约的 那位主 神 好 清清楚明白了 谢谢 不客气 大家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没有我们去打个 好 没有怎么 我们一起来打个 在天赋 主要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主要实在在我们 通过今天晚上的 经文来回顾出 你自己的大作为 你自己在 埃及这个世界上 当时最 巴达的 最强大的帝国里面 你施展你的大能 是 这个 埃及方法老的 威风扫地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 那个 权力的主宰 你自己才是 而 埃及人所败的那些 偶像那些假神 一一的 都要 威风扫地 证明他们是毫无能力的 他们在你的面前不堪一击 对 你要 兴起 法老 为的是要宣扬住你自己的威名 你是法老的心刚硬 为的是 让人能够认识你是 焰化神 这是 你自己本来就 应当配得的 人本来就应该认识你 来尊重你 来感恩 来敬拜你的 而 人如果能够这样的来认识你 那是对我们有最大的好处的 因为人必须在你的面前摆在自己的位置 被造 被造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敬拜者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我们想到到了 约束亚带领 以色列人进入 加拿地的时候 加拿地那边的人已经早已封闻 处理在埃及的作为 其中就有像 进你拉河那样 愿意来归向你 主啊 今天我们 徜徉你的福音 让人知道主 你自己的大能 也让主知道你自己的 还给我们 机会 主啊 还给我们慈爱怜悯 甚至拆下你的独生子 为我们流血牺牲 让我们可以 认罪悔改 回归了你的面前 降服做你的子民 因为这个是本来我们就应该做的 主啊 就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 更加认识你 更加坚固 对你更有敬畏的心 也求主你帮助我们 像摩西 亚伦那样 来传扬你的名 让人可以来降服你 人早早的降服 并可以抖过 你自己的 烈怒 因为这样的审判 当年在 埃及 小规模的 进行 将来在启示录里面 像在启示录里面所说的 将来要在全地 在全球的范围内降临 那是极其可怕的 人 在那样 站在面前 巴不得大山小山 倒在自己身上 要躲过 也化如无光的面 主啊 就求主 真是怜悯 怜悯我们 怜悯 世人主啊 更多的人 能够信主 主啊 能够成为 主你知道 你与你和好 帮助我们 帮助海内外的弟兄姊妹 能够一起来高举你的名 荣耀你的名 感谢赞美主 我们这样 祈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 把贵的圣灵 阿们 好 弟兄姊妹们 大家 在美国的晚安 在国内 在美国的晚安